上回我们讲到,到了第六日,探子来稳告,说五里之外,已经发现了敌人的先头部队,一下子,整个牧场的气氛是紧张的上来的, 项小龙马上全副披挂,又带着几阴言琴清他们来城墙试测防护的情况,见到清叔正是派人在城墙上安装着那些重型的机关脑, 这种机关脑是按照项小龙的构思设计,项小龙利用了机关枪的原理, 使得这只机关脑可以连续放二十支剪,而且射程达到千多步远, 比这个时代普通的功脑远了整腿有多,只不过唯一的缺点,就是非常笨重又不方便移动, 那拿着它进攻就很辛苦,但是要来守城就非常方便, 项小龙向远方一望,因为这个时候还不断下着迹雪, 所以四面都一片白茫茫茫,真是利攻就不利手啊, 竟然说,敌人一定会在大雪停止之前,就马上来进攻, 这样可以利用这个天气的优势, 如果他们匆匆如例,准备和休息都不会那么充足的, 而且梦傲,他想着自己九经战阵, 而项小龙呢,哼,还没打过一场大仗, 所以他一定不会将我们放在眼内, 只是这种轻敌之心,我们就可以运操胜券了。 果然,到了黄昏时分, 探志经来稳告, 说敌人在东南方出现, 人数呢,大约有成万人, 但是显然在攻城的准备极之不足, 只是准备了十几架藏城用的雷木车, 众人一听就放了心, 马上就进入全面备战的状态, 这阵时, 京晋组就带领好五百精兵, 躲在那座山丘后面挖好的地堡里面, 而剩下的一千五百个精兵团员, 就在城墙上浸歌代弹, 其他还有几百个乌家的男女老友, 牧场里面的族人, 大家都全体出动, 预备到时候担任救火, 和在城头运送防守物资的后备队, 大家的战意非常高昂, 杭少龙问身边的琴青, 冻不冻啊? 琴青领领头, 我都是第一次处身在战争之中, 或者因为人家在身边, 哎呀, 我虽然有点紧张, 但是一点都不怕, 杭少龙想起, 琴青的丈夫正是撞身沙场, 不如有点伤感地问, 琴太傅你讨不讨厌战争? 琴青听到很奇怪地说,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问这么奇怪的问题, 哎呀, 在现在, 在我们大巡之中, 战场, 那男儿汉显本事, 自高无上最光明的事, 但是仔细想起来, 战争受杀, 都不知道令几多人失去家园, 失去父母, 失去丈夫和子女, 哎呀, 也真是令人厌倦, 杭太傅你又怎么看呢? 杭少龙虎笑的, 我虽然不想承认, 但是战争, 似乎真是人类的天性, 国家或者民族之间的战争, 固然造成乱世, 但是, 人同人之间, 总是存在着竞争之心, 就像自然界之中, 弱欲强识的道理一样, 不只是争逃利益的, 而是人人, 都希望能够将其他人, 踩在自己脚下, 当我一想到这些丑恶的人声, 就不那么令人心寒, 竟然在旁边点了镜头, 这个就正是干爹和燕燕, 一直盼望有新姓人出来的原因, 只有统一天下, 才可以紫色干哥, 这个时候, 敌人终于来进攻, 就可以腾翼估计, 敌人的主力人满, 果然, 在山丘那里, 首先暴阵, 接着就派出了第一批工程人马, 若莫有成三千多人, 抬着十几架雷木冲车, 和云梯搬到城墙二十几步之外, 就准备攻城了, 杭少龙专门叫人在城墙上到处奔走, 不断的猛吹号港, 好像他们刚才发现敌情, 现在措手不及一片混乱, 专门作好这个状, 就等敌人进攻, 果然, 蒙鹅见到城墙之上形势这么散乱, 以为他们真的不知道, 自己这帮人突然攻倒, 所以马上抓紧机会, 雷响战鼓, 那些扮成马车的敌兵, 马上就移动冲车, 分成四路, 向着这边借攻而来, 藤鹅看到的小事说, 没有了, 想合我了, 这个正面的攻势, 只是意图牵引着我们的主力, 真正来犯的, 在后面攻过来的敌人, 我们陪他玩一会儿先, 说话未说完, 只得咿一声, 敌人的第一辆冲车, 已经跌到陷坑里面, 一时间人仰马翻, 狼狈不堪, 这些陷坑, 全部都是在机关路的射程之内, 藤鹅见到一声令下, 城墙上战如雨下, 敌人冲上来的千几人, 纷纷重箭倒地, 又有一辆冲车跌入陷坑里面, 这个时候, 战独声又轰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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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败, 左边, 后边杀声震天, 敌人终于展开全面的攻城战 只见弓箭火器 在空中的来往飞舞 但是 由于汉笑龙这边的机关路的射程非常远 又有居高临下的形势 所以那些人数虽然少 还硬地将一批批冲上来的敌人杀退 带了整个时辰 写了几百人 蒙豪先将两架冲城车 硬冲到城墙边 但是 接着就被城上的投射机发下的巨石 硬打碎 偶然有些火箭射进城里 都被早就准备好的救火队破释势 因为大家都知道 如果被敌人攻破城墙 接着就会是屠城局面一个不留 所以人人都拼命 杀得敌人血流成河尸横遍野 又丢了几百具尸体 敌人才成功地用木板铺在陷坑上面 再用巨型木盾 保住身形 推着剩下的五架冲城车 冲到城墙边 一时间是声势大声 杭少龙见到是时候了 就发出命令 呼 呼 呼 几十只号角 一起按捷柱吹响 这个呢 正是要放出龙烟的讯号 过了一阵 几十股个龙烟 马上就由烟墓坑那些直冒出来 顺着风势 向着城外和山丘顶的敌人直攻过去 有一时之间 那些敌人被龙烟一分 一个一个 即使是骑尼骑尼的咳起上来 藤役趁着这个时候 大伤地呼喝督战 加强反击 汉少龙分别吻一吻 吴廷坊 照致的面 然后呢 轻吻了一下 满面通红的琴青的嘴唇 这样才夸上战马 右手举着飞龙枪 左手就拿着飞龙盾 大开声说 乌家乙浪们 出城杀敌的时间 够了 一千名组织准备好的乌家战士 跟着在汉少龙和藤役两人后面 一通雷鼓之后 大队军马 队伍整齐地杀出城外 依照安全的路线 好像把降到一样直冊的阵 汉少龙用左手的飞龙盾 挡着敌人偶尔射来的箭 右手举着飞龙枪 大缺口 然后向山顶的敌人主力直攻过去 山顶的敌兵虽然多 但是这个时候 早就被龙烟和京俊在他们后面突然发起的突杂 搞得乱成一团 再加上乌家战士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强势冲击 典定得住人人的事无斗志 抵挡一阵的四散逃生 这个时候 成本再次打开 令一对三百多人的乌家战士 在乌延柱的带领之下直冲过来 配合城墙上的攻势 更加杀到在前面攻城的敌人狼狈逃犬 溃不成军 这个时候 汉少龙和京俊的骑兵会合 联手追杀了敌人二十几里 这样才翻回牧场 这一战 可以说是大获全盛 一共殲滅了二千多敌人 俘虏了二百多人 而自己这边 只死了三十一个 伤的人都不够二百 可以说是战绩标柄 天降之后打掃去战场 京俊就负责 将俘虏压分了咸阳 因为被俘的人 不是蒙巫的亲兵 就是吕不韦的家长 你一下压了他们回咸阳 吕不韦要解释 看来都几头痛 不过 汉少龙对这件事 就没有吕不亦和京俊那么兴奋 因为他知道 在小盆登基之前 无论哪个 都是很难拱散屡不韦的 这件事 他一定也有应付的办法 过了两天 答案真的回来了 京俊派人回报说 当他们刚刚来到咸阳城门口 就被管中旗的都尉军截住 然后吕不韦就亲自出马 将俘虏接收过去 表面上当然说 会严情凶犯 追查元凶 但是 在吕不韦可以借手遮天 权势透天的情形之下 连小盆都很难插手这件事 恐怕最后都是不了了之的 不过 汉少龙他们也都无所谓 京俊祖在汉少龙指点之下 将己才女写成的报告 交给皇领 再依足规矩 由皇领转给左丞相昌平军 游在祖朝上面 呈给朱姬和小盆 这片就将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没有一句都直接指责 这件事是吕不韦做的 但是也都没有一句 不是暗示有这个意思 这样一来 无论吕不韦怎样大胆发 短期之内都不需要派人来进攻 汉少龙也都趁着这个时机 抓紧机会来苦练枪法 今早他是练得特别精神的 因为琴声一早就过来看他了 只见他在劈劈拍拍声中 他第一次将几千年 逼得以全力施展枪法 才勉强将他招架得住 汉少龙见他自己 终于将这个心爱的己才女 杀到香汉临里 不如都吓吓大笑 收枪而退 威武得就像天杖下凡一样 纪燕然很高兴 哎呀 夫君大人你真是厉害了 短短几日之间 就把握到枪法的神髓 燕然真是金拜下风 藤逆这个时候也来了 他拿着 由清宿刚刚驻出来的长刀 既然烧龙的枪法已经有成 不如等二哥就用这把清宿刚刚驻好的刀 来试试你支飞龙枪的利害 你把刀还是依照少龙你的提议来设计的 少龙千万不要掉以兴心 你把刀加了一些叫做架的东西 我试过用它连续斩了十几把长枪 它的风口都是磨损了少少而已 几年对新事物好奇心很重的 听到清宿驻了一种新兵器叫做刀 而且这件兵器还是自己夫妻亲自设计出来的 立刻就让藤逆拿一把长刀研究了一番 哎呀这把刀真是马战的好宝贝呀 我都不明白少龙这个怎样想出来的 大家想想如果在战场上 我们拆马用敌人冲击 如果拿着宝剑的话 因为马的速度太快了 所以我们向敌人进攻 一般都是用砍的 但是宝剑虽然有很尖长的剑锋 但是两边都是封印 所以剑身是比较窄 最厚的地方只能够安排在中间的地方 不单止消制的难度高 砍的时候又容易断 现在有了这把刀 虽然它只是一面的刀口 但是另一边呢 就是厚实的刀背 那不单止很难断 而且就更利于在马上的砍击 更好用力 哎呀 这样马战的时候 威力的大了很多了 看来啊 燕燃都要清叔 铸一把给人玩一下才行 杭笑龙听都不那么目瞪口哀 他之所以叫清叔 铸一把刀出来 只要是一直呢 自己都很欣赏日本的东洋刀 谁知道原来用刀还有一番这样的道理 我会想要是一把刀的 乌廷方在几千年手上 接过长刀来欣赏 仔细看过之后才说 哎呀 这把刀的刀的刀呢 那些纹理好漂亮的 哎呀哎呀 燕燃者你看下 刀病那里还有一个名字呢 叫做白箭 白箭白胜 哎呀 所以你把刀比一般的兵人风雷好多的 呵呵 然而如果你再想搞一把这样的宝刀 恐怕要等多年纪了 但是都未必及得上这把白箭宝刀 你把是清叔嘔心溺血的杰作 你年半以来失败了无数次 这才好像露天爷开眼那样 突然间断租而成 哎呀 小龙 过来试一下刀 众人见到这样都很兴奋 即时退卖一边 于是 藤役和汉小龙两个 刀来枪往 大家打在一起 这把新出世的宝刀 果然是非同凡响 他的重量可以比得上墨子一件 再加上藤役惊人的卑力 刀剑双击之下 每一次都是八战刀 挡开了飞龙枪 在刀唱教缝之中 如果不是飞龙枪 也都是整条一样晶光打成 换了一般的木枪杆 早就被藤役斩断了十几次 这阵时 十八铁卫和线难都民生而知 见到他们打得这么精彩 都一起喝起彩上来 就更加热闹了 刀唱又碰了一下 两个人这么先退开 大了就是这些力气感觉 几年见到这个鼓掌说 今次算是平分秋色了 但是 二哥只要有几天的时间 熟摘了刀繩 那到时候 拜的一定是我们无敌的 汉少龙了 汉少龙听到 阳天长笑 随手抛下飞龙枪说 我都不用枪 下个月 我就用这把 八战宝刀 拿贯中邪的小命 藤役听到 马上将手中的八战刀 抛给汉少龙说 那我就祝小龙八战八战 无敌于天下 汉少龙摘那把捕刀 仔细地请一请他的斤梁 赞叛马 这把捕刀的重量 几乎给得上我的墨子件 但是外表一点都看不出 到时候 一定可以使管中邪大气惊 后处要跟我决斗 藤役笑着说 那由现在开始 你把墨子剑就归我了 用过了八战刀 其他兵器除了墨子剑之后 就没了味道了 两个人相视而笑 自从得了八战捕刀 连续十几日 汉少龙都几乎是刀不离身 他日日苦练 同时不断思想 要将墨氏保围的三大杀招 拥有刀法之内 在连续十几日苦思冥想之后 这日在静坐之后 他心里面 撕水翻滚 似乎 就来可以掌握到刀法的关键了 但是 有时差了一点点 很难才作出突破 往事一幕幕地掠过了他的脑海 当我想起赵氏他们惨遭杀害的时候 不断血沸腾 再也忍不住了 吠刀剑凶猛瓶 白战刀在空中发出一刀道 噓噓噓噓噓 这样的破控之声 突然他感到非常顺手 自然而然地写出墨氏剑法 但是 就是侧重用斩铜劈的招式 不知为什么 写上来 好像还是撑了一点点的感觉 突然 自己脑海之中灵光一闪 他已经想清了问题的所在 原来 他忽然想到 墨氏剑法是主手不主弓 而白战刀 因为刀的特性 它是主弓不主手 所以自己 如果想将全套的剑法 融入刀法里面 当然就不合适了 想同这一节 他马上将全套的剑法抛开 只是选择其中进攻的招数 不断融会练习 只见一时间 整个练武场上刀光闪闪 气势至奔雷闪电一样 令他感到非常畅快 刀光一停 韩少龙好像岩石一样 压立不动 但是内心就掀起万丈波涛 他想起 以前曾经学习过的空手道 和改良过的武术 都是合乎科学的原理 好像直线出击 有一次用螺旋的方式 抛击来增加力度 又或者在适当的距离 以抛物线来攻击 诸如此类的方法 都可以融入在刀法之内 又想到日本的剑道 来来去去就只有几色 但是却威力无恐 当这些杂七杂八 稀奇古怪的念头 全部被他融会贯通之后 刀法剑法 也都豁然而通 墨子既然能够自创剑法 自己一吸收了墨子剑法的精髓之后 又融入了自己对各国武术的认识 又为什么不能够自创一套刀法呢 想通了这一节 汉笑龙子的心怀无限扛阔 感动之下热泪形 康阳天长销 白箭宝刀 有时都患起了无数的刀影 随着他移动的脚步 在雪花奋飞之中翻腾不忧 等着刀影一整 汉笑龙毫无花巧地连砍几刀 居然有一种千军万马 中横沙场的威猛感觉 汉笑龙只要他一身一阵 他跪在地上那里 只要他自己终于掌握了刀法的缺效 只要加上时间 经验的磨练 他的刀法马上就可以带成了 于是他立刻叫了 勤契和纪燕员过来试刀 纪燕员拿着飞龙枪 见到汉笑龙举起捕刀 摆了一个架势 突然间放下枪说 哎呀 夫君大人你发生什么事呢 今次呢 你只要摆了刀 摆了一个架势 人家就已经有一些 没办法进攻的腿堂感觉了 汉笑龙小笑话 这个就是信心和气势 你快点过来 我现在都不知道多么手痕 竟然于是叫轻一箱 飞龙枪像长江大河一样 向着汉笑龙直攻过去 汉笑龙精神一阵 全力出手 手 眼步 配合得无嗨可击 他劈出的每一刀 都是力半刀鲟 由以前的弓手兼备 变成这种全弓形的打法 一点都不会因为 飞龙枪的重量和长度 而有丝毫的威胁 只见刀光闪处 飞龙枪的截截败退 技才女都再亦无力反击 打了一阵 技才女心里面 用一种无法匹敌的感觉 长枪一摆 退开两步说 哎呀 不打了 不打了 汉笑龙啊 今天我技艳言 才真正对你口服心服了 藤彦在旁边看到 也都觉得好手痕 马上扑出去 墨子剑那只精同蟹龙一样 向着汉笑龙的直攻过去 各位 如果之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说